好 除了是違建要趕快處理之外呢 很多人居家年中也會趁著這個時候 要來讓居家內部煥然一新 那麼在裡頭要重新的進行裝修 可是就是擔心遇到糾紛 也提醒您內政部 在去年六月份就公布了 室內裝修設計 還有工程的契約書範本 民眾可以自行的參閱 除此之外 現在網路上也有相關的平台 提供服務幫民眾來進行把關 歲末年中 重新室內裝修的人變多了 要打造屬於夢想中的家 但卻又怕花錢當冤大頭 因為根據內政部統計 引發買賣雙方最多爭端的 就是房屋漏水問題 其次是透供減料 供持延遲或臨時追加預算 遇到就是設計師拿了第一筆的款項 什麼事都還沒有做 那人就人間蒸發了 避免找到地雷設計師 網路上提供這樣的平台 從尋找設計師到消費者難懂的 省圖估價到驗收 通通有專業人士幫忙搞定 不怕被漫天喊架 我們會先幫屋主來做一個 設計師的做一個篩選 跟做一個推薦這樣子 那第二個在圖面的部分 跟報價單的部分 也會做一個審核 那信託專戶的部分 就是款項進到信託 那設計師按照他的工程進度 我們再進行博款 完全免費的 打造幸福居家 建議民眾裝修前 還是要多做功課 多方比較 甚至簽訂合約 才不會花錢 又吃了悶虧 記者旅學號郭林倩 台北採訪報導